在淡水新市镇滨海路上公车后车停侧边的玻璃 里长表示在今年2月底就接到民众通报 好几处公车后车停都碎成蜘蛛网状 里长也立即反映给公所处理 但还是有民众因为不小心碰到受伤 公所也已经请厂商进行更换 画面中的玻璃碎成蜘蛛网状 看起来就像要破掉砸下来一样 就是在淡水新市镇滨海路上公车后车停 旁边的玻璃 而里长表示在今年2月底就接到民众通报 说在新市镇内有好几处的公车后车停都有类似情况 而里长也立即反映给区公所处理 但还是有民众因为误触而受伤 而区公所也已经请厂商进行更换 那这部分我们会尽数来做抢修 那因为有一事被人为破坏 所以我们还是会跟分局备案 请分局来这边来一个是加强巡逻 一个也来了解这个状况 那当然我们除了在修复之前 我们也会来做一个警示带 来做一个区隔 让民众不会来碰到这些 有一些损坏的地方 那也同时也呼吁民众 如果发现有人为破坏的话 也尽数跟我们公所讲 或者跟分局来报案 区公所表示经过现场了解这些破掉的后车厅玻璃 不排除是有外力破坏 但实际的原因还得要进行调查 因此目前也已经向分局备案 部分还没有更换已经破碎的玻璃 也会用警示带围起来防止有人误触而受伤 那这个应该是在一个冷缩热障的一个环境之下 所产生没有刻意的人为破坏的情况 以及它玻璃碎裂的那种痕迹 应该是属于那个冷缩热障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那么我们希望说将来如果说有类似的情况 能够我们请公所承办这边 先通报厂商 先把那个军列的那个强化玻璃部分 先拆除 避免造成那个居民不小心去碰触 实际到现场发现有些后车厅的玻璃 都已经全部换上新的 林长表示这些玻璃都是属于强化玻璃 看似裂痕平均有可能是日前气候高低温差所造成 也建议区公所在施工上必须叮咛厂商务必注意 以避免再有类似的状况发生 记得许多元一的学生报道